培养孩子多元发展的潜能 物丰国中致力于推动美术教育 第13届成果展以挥洒13为主题 刚好美术社也一共有13位社员 孩子们针对水墨、版画、素描等类别 发挥创意力、创作 展现着与众不同的自我 下方也搭上了文创风潮 将学生作品做成文创小物 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学生精彩的作品 细细的线条在纸上交织成各种图像 沿着线条攀爬着学生充满创意的想象力 汇聚成一幅幅独特的作品 像是人像、眼睛还有书本等等 这些细腻的作品全都是出自国中生的创作 两年的学习能有如此成果实属不易 像水墨这种 其实在一般在外面不会自己额外再去学 因为对水墨的印象就是会比较古老一点点的一个 就是美术的表现 那所以近来的学生几乎都是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技术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从零开始 但是现在的成果展还可以看得到他们其实完整的一幅作品 加上自己的构想 那要去呈现自己要抒发的议题或者是想法 其实是已经很不容易的 我们就是用例书写 然后一开始国中还没有 就从国中才开始结束到例书 然后一开始还不太会 然后之后一直练习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培养学生多元发展的潜力 乌丰国中推动美术教育不以余力 虽然没有成立专班 成员以社团方式进行训练学习 凭着对美术的热爱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打稳基础 不管是困难的水墨素描等技巧都能够有所突破 在各项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他就是属于一种 就是别人就是很可怕的怪兽 但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 因为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全世界我们插击合过就是很多人 然后每个人就是每个莫生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就是有些会很心酸 有些会很很就是故事会很棒 吸引别人的目光 假如说就简单说 如果我今天画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来你可能不会来 follow我 可是我如果今天是把一个动物改成这样子 你可能就说 今天怎么会有人画出这样子 就会可能会比较多人来看 下方表示这一届一共有13位学生 以挥洒13为主题 学生将丰富的想象力透过画笔 挥洒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我 在水彩素描书法等各方面都相当有看头 下方也搭上文创的风潮 将学生作品做成文创小物 让喜欢作品的民众可以购买回家收藏 接下来是台中餐文报导